女孩只是穿着超短裙来餐廓吃饭 没有想到她的大长腿立马就引起了一旁混混的注意 几人色咪咪的蹲着女人的大腿 女孩下意识的把裙子往下拉了啦 谁知这一群混混更加过分 甚至还想要上去摸一摸 而一旁看似文明的男人却劝告他们停止粗鲁的行为 于是一个卷猫就来到了男人的面前 一把就薅住了她的玻璃子 当男人站起了一刹那 混混立马给了她一拳外加一脚 此时女孩的眼神异常犀利 但这并不能下退这一群混混 其中一人摘下了墨镜 竟然低头看了一眼石榴裙下的风景 然后丢掉了墨镜 开始伸出那恶心的舌头挑逗 就在这时 刚刚被做的男人再次走到了混混的面前 谁知被混混一把推开 瞄准她的小腹又是一拳 就你这实力 你还想英雄救美 在她招写男人雄风的时候 女人出其不备 就是一脚改变了她的性别 这下他们太上大事了 因为女人是李小龙的徒弟 就算来多少人也只有挨打的份 此后又出现了一个地中海 对女人进行危险 女人麻溜的又是一拳 外加一脚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们病猫啊 还有个摩拳擦掌的混混 又发起了进攻 女人抬手就是大横扫 进接着就是一脚 抓起头发一巴掌 让她呼呼大睡 面对眼前这个凶悍的女人 混混们只能一起上了 他们把女人堵得四处门 一个犀利的眼神 就将迟到的混混吓跑 该说不说 这女人的身法真好 经过了长来十万枚的赛跑 混混摩拓竟然撞在了电线杆上 这把一旁的小屁孩都给吓哭了 镜头一转 一个小混混拿着石头就丢了过来 女人一个旋转侧踢将其收下 一旁的混混还想搞脱袭 起来刚刚英雄救美的男人 及时赶到将她放倒 女人名叫爱希 是李小龙的256代传人 也是武道馆的台柱子 爱希从小就不爱红装爱武装 作为李小龙的忠实名媚 一身武道修为也是极其的精神 就连二师兄都不是她的对手 极限的反应速度 就连师傅都赞赏有加 平静的生活本该继续 可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 本地黑帮盯上了老武馆 这一块价值连城的土地 他们此次到来的目的并不是踢馆 而是想要让这个老头赶紧搬走 并威胁老人说 你若不搬走 我连人带方一起推平 老人只是淡定的一笑 抬手就是一拳 这惊人的手速 给黑老大腿都下软了 果然咬人的狗都不叫 老人缓缓的起身 亮出了一个国际手势 给小霍霍吓了一跳 眼看打不过的黑老大 带着手下离开了老人的小家 恰巧这一幕被艾西撞到 师傅对艾西说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情 这间武馆就要由你来打理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不出所料 在师傅夜跑的时候 就被一台三蹦子拦住了去路 然后从围墙里冒出了一对非打鱼的专业户 顷刻间 一群小货馆将师傅团团围住 老师摆动了一下毛巾 虽然打倒了不少 但师傅的年龄毕竟也摆在那儿了 看上去好像有点体力不支了 她拼尽最后一次力气 给小混混打得横棋数八 眼看即将胜利 对面竟然用起了强光刺眼 就这样 混混们用卑鄙的手段 将师傅套在了鱼网当中 然后一个凶狠的混混 拿出了十几斤的铁锤 瞄准师傅的脑瓜子 哐当就是一下 接着还让他强行在地气上按了手印 此后把他拖到了马路牙子上 开车又给他压了 就这样 一代武学宗师归西了 次日 黑老大带着警察来到了武馆 要求爱惜搬走 因为买卖地气上已经有了师傅的手印 顿时天旋地转五迷三道 警察说你们再不搬走 就给你们带上脚料 说着黑老大就吩咐手下 将这里的一切全部销毁 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爱惜 他们不仅把李小龙的画像给撕毁 还嘚瑟地说 跟我做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爱惜就这样被拖了出去 同时他也暗暗地在祖师爷的面前发誓 定要将这一群混混全部拿下 卸掉他们的大腿 让他们发出内心的忏悔 于是爱惜就带着四眼来到了祖师爷的面前 他安静地跪在地上 祈求祖师爷能够赐予他神圣的力量 万万没有想到这群混混居然先下守卫墙 绑架了四眼 把爱惜引到了82号破旧的仓库 一个流氓对爱惜动起了手脚 爱惜二话不说 抓住胳膊 咔嚓就是一个侧踹 挡住攻击一个大嘴巴子 回头就是一个反踢 这波操作真的是让我顶礼膜拜 爱惜缓缓地走进了工厂的内部 发现四眼已经变成了两眼 旁边还站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熊猫眼 看样子已经困得不行了 面对四眼的处境 爱惜也只能收手任人宰割 一个壮汉一把掐住了爱惜的腮帮子 然后就开始疯狂地拉扯 然后让他脱掉身上的衣服 不然就把四眼的胳膊给卸了 爱惜只好忍着屈辱脱掉了外套 而壮汉却拿着剪刀剪化了他的上衣 扯碎了他的裤子 就在这时 四眼挣脱了束缚 被熊猫眼一刀制服 没有了牵挂的爱惜开始势如破竹 他愤怒地冲向熊猫眼 一个脚后跟打脑瓜 凌空起跳这一波操作 好像超级赛哑人 然后从兜里面掏出了一副手套 上面还镶上了铁 这才是真正的铁拳 小幻伙们也挺讲武德的 慢慢地等他戴上手套再说 甚至还让爱惜把头发扎了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就开打 一脚踢倒了一个降球瓶 这帮幻伙站立基本为0 这两下全部被打趴在地 一旁的状态也慌了 爱惜挡住了攻击一脚抢过了铁棍 直接就翘着他闹瓜子 翁翁翁的一个新人指路 再一闪遍三连边 镜头一转 战场已经切换 爱惜拿着棒子一顿乱转 一顿犀利的棒法干倒了一群壮汉 最终爱惜找到了黑老大 让他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总之最后爱惜成功地为师傅报了仇 而他面前屹立着一座巨型雕像 没错 这就是一代宗师李小龙 这次影片龙女孩到此结束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 就不推荐大家去看原片了 整体个人感觉还是差了点意思 好啦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